那再來就是油耗 我們繼續來看看油耗了 油耗的部分 你們怎麼樣做測試 我們這次跑了150公里 約了150公里 就從我們在市區嘛 這樣高速公路 很公平齁 大家都一起在加油 對 沒錯 好 大家都加油 然後咧 然後就是從市區開始跑 我們從內湖來跑科技園區 然後跑到炸大紫 然後外商區 然後再繞到環東 直接上國道3號 再到走雪碎到蘇澳 這樣來回這樣 所以剛剛加油 然後歸零 對 歸零歸零 歸零之後 然後就開始跑了 就開始跑了 跑了將近多久 跑了將近多久 這一個下半天 一個下半天 總共的里程數 大概150公里 150公里 對 因為每部車 大概都差不多啦 150.5.8.3都有 然後咧 當然 最後我們回來的時候再加油 再加油 就是把所用 這樣就可以測出它的油耗了 好 我們有個結果出來嗎 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說你們這邊其實也碰到了所謂的市區 高速公路 對 然後實際上有一些平均的 可以算出一個所謂的平均的油耗 市區大概的話 跑了大概30多公里 那大概120公里 是再來回所謂蘇澳這樣 這個路程 然後跑高速公路的話 大概時數維持在80到100隻之間 所以這樣子的測試是個大陣仗啊 的確是花了很多的人力 還有金錢 金錢 因為現在再講一下 現在車廠越來越 越扣這樣 油是越加越少 以前給你車油箱都滿了 現在油箱都幾乎都是亮紅燈 會這樣子嗎 對 所以每次坐油到車子都要把它加滿油 然後環車的時候 就是油箱滿滿的給它 真是 會這樣子嗎 對對對 好我們來比較一下看看 我們來比較一下看看 到底是哪個車子會比較省油 有相關的數據出來嗎 有 我們後面有一張表 我們做了一張表 帶來表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表 對 總共跑都是150公里 對 差不多都沒有超過150公里 它是剛好跑150公里 油耗 耗油量是12.94公升 所以它的油耗數值大概11.59 Tida是158公里 耗油11.93 然後油耗是12.63 其實它這兩部 這兩部要算一個等級 他們有沒有引擎 我們可以介紹一下 Messie是1.8 Tida也是1.8 所以它當然大排氣量 它當然是比較耗油一點點 加上Messie的車身又重 1300多公斤 Tida也比較重一點 Yaris跟Coplus 它算是比較趨近 就是算是油耗等級比較相近的兩台車 Yaris的引擎是 Yaris是1.5 1.5 Coplus是1.6 1.6 那你看我們從數據上可以看到 所耗油量 Yaris是最精彩的 可以跑過去 15.75 然後Coplus是15.60 15.60 其實這邊還牽扯到一個因素 對不對 剛剛講到一個車子的重量 車子的重量 Yaris的重量它有什麼 Yaris的重量它有什麼 Yaris的重量的話 是1110 那Coplus比較重一點 會比較重 對 重了大概65公斤 所以可能是多做一個人的重量 多做一個人的重量 但是它油耗表現如果相差 這樣看來是0.15而已 所以這樣相比之下 我覺得還是Coplus表現給它 比較優秀 而且它有這麼大的空間 對 Size又比較大 然後空間的利用又比較好 驚人性比較好 當然這是2007年車訊風雲獎的最佳國產小型車號 我們還是介紹一下這個最佳國產小型車號 既然它佔了領了這個獎 對不對 我們剛剛從空間跟油耗來跟大家做個比較 很實際的比較出來 它的優勢大概就出來了對不對 對 它還有什麼魅力呢 還可以告訴大家 當然最大的魅力是那個電動尾門 真的是那個電動尾門 你看廣告上都是電動尾門 真的相當方便 還有它那個後行李箱 那個還有雙繩 就是很簡單的操作 其實不光是置物空間大 而且它的置物的一個隔間 隔間相當有變化性 對 相當有變化性 就是輕按鈕就可以往下線 行李箱往下線 等於說它的空間高度就提升了 可以置物的空間高低 OK 我們這台車搭的變速箱呢 是四速自排 算是四速自排的變速箱 噢NO 跟著一下是CVT CVT 其他都是四速自排 講到CVT 大家都想說 CVT燈應該開起來比較輕鬆一點 嗯哼 其實還OK 它的整個動力表現是還OK 但是操控表現的話 可能就是因為懸吊比較軟一點 那高速公路跑起來是蠻舒服 但是 就是比較坑洞的路面 就是比較 或是過彎啊 可能車型會大一點 下次再做一個試驗好不好 把裡面裝滿人 裝滿貨物 也可以啊 滿載 然後再加貨物 對啊 現在很流行滿載嘛 然後再測它的油耗 然後爬山路 我覺得這樣 這樣才能夠更顯出它的魅力 這樣可能一公升 它的油耗大概會 沒有 這個車我們再比較一下 看看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這樣是 更更徹底的一個試 這個試車了 其實你在電視節目 像鄭國另外一個節目 我們都沒辦法做到這樣子 這麼一個 比較這麼比較大規模的一個 大陣仗的一個試車 但是你永遠都會在買車網 你可以看到 買車網永遠做跟大家不一樣的東西 可以讓大家切身的去了解一下 這個車子到底是不是我 實際比較 我可以去選擇到的 你沒有辦法去比較 沒關係 我們永遠都會幫大家做出來 最佳的一個比較 嗯